音樂 安斯坦的構想來說的話 如果宇宙是靜態的 就是所有的東西都是不動不變 然後又是無限的話 那基本上我們可以在夜晚上可以看到了星星的光 所有宇宙背景的光把它加起來的話 其實應該是在夜晚其實應該是很亮的 但是這跟我們看到的晚上的星空其實不太一樣 基本上在將近兩千年的時候 從那個Supernova跟宇宙 Cosmic Microwave Background 宇宙被你輻射的一些觀測 我們知道其實宇宙不僅僅是在膨脹 而且它是正在加速膨脹中 所以這個基本上就是牽扯到宇宙其實是動態的 所以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宇宙並不是無限大的 宇宙的年齡至少年齡是有限的 那我們可以光 就是光可以抵達到地球 我們可以看得到的光是有限的 宇宙是正在膨脹中 所以加上這些紅衣的現象呢 以至於我們的晚上的夜晚天空是黑的 我們並不是在宇宙裡面任何一個特別的地方 從廣角裡面我們知道時間是有單一性的 是有方向性的 從時間上來說我覺得我們在宇宙裡 在一個還蠻巧妙的時間點 我們可以了解到 觀測到我們現在所了解到的現象 那我覺得是蠻有趣的 這次是鞋子